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法院要求总统 负责总统为安的特勤局 交出来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 海湖庄园的艳客逼客名单 这个是一个民间组织 在华盛顿叫做公民道德责任组织 他们想知道总统究竟见了些什么人 所以这个可以从而理解 总统可能的一些作为 那么所以他们就向法院提出来 法院裁定是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所以要这个特勤局交出来总统艳客名单 那么另外有一个民调就显示说 这个川普的支持率36% 他上任到现在往上就是半年 上任半年支持率36% 那是从这个福特总统以来的 是一个最低点的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讯息是 这个白宫的记者现在在抱怨一件事 说从6月29号到现在12个工作天 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白宫的记者会 是这个以后就多不举行的吗 当然不是的 因为事实上这段时间 美国有假期国庆嘛 还有这个川普总统出国网问 所以本来就适合举行记者会的时间不多 但是也说明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富有派媒体对川普总统 或者川普领导的白宫 那是这个实时的要看 要抓你的毛病 最后一件事说这个 在Ohio这个地方 汽车销售的地方 一个全新的汽车 结果在里面发现有大麻 价值每件100万 所以这个数量是很大 那么全新的汽车里面为什么会有大麻呢 后来发现这个汽车是从 福特汽车公司在墨西哥的厂生产的 也就是说它很显然的 是伸展汽车的那个地方 把这个大麻带进了白京汽车 然后就蒙混过关进到美国 所以美国是不但要在边界上 防这个人口的这个问题 防这个非法移民 现在看来还要想办法防这个毒品走私 当然有人认为大麻不是毒品 至少它是个管制品吧 这是你的讯息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 好 谢谢李宏先生 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天我们把那个视线的 聚焦台湾海峡 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媒体的报道 中国大陆的这个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号已经这个进入 投入到使用以来呢 已经三次通过了台湾海峡 而且呢本月呢 在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也派出了军舰 和这个辽宁号进行对峙 我们说呢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 敏感的这个时间点上呢 美国最近两周呢 要在这个海外呢 进行三次的这个军事演习 首先是和美国 日本印度 进行联合军演 同时呢 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 也有一次的军演 同时呢 还有在那个阿拉斯加 做一个这个萨德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导弹防御系统 做这样一个测试 我们就是分析来看呢 就是美国和印度 包括日本 同时呢 这个萨德这两次的军演呢 都和中国呢 多少都有关系 而且呢 跟南海问题呢 也多少都有着这个密切 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一种缘由 所以说呢 刘先生您看呢 在本月美国出动了 出动了军舰呢 和在台湾海峡呢 和那个中国的航母母舰 进行对峙的话呢 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好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 美中之间的这种这个较劲儿 这种角力 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明显 那么虽然在整体的军力上 美国仍然是遥遥领先 但是无可否认的 中国在这个人员素质上 在这个武器装备上 它也是不断地更新 还有呢 大家知道 从1996年呢 台海危机 美国派了两个航空军战斗群 到这个台海附近平息了危机之后啊 中国大陆的海军呢 就发起了这个一连串的这种 要强化的反击措施 那么要这个三防三打 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如何要对付航空母舰 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在它的这种导弹发展呢 结果本来这种是一个对付一个比方像一个城市 一个比较大的目标 结果发现中国导弹现在要把它研发 来专门对付航母 所以有这个所谓的航母杀手 用你啊 用一般的这种常规武器啊 要对付航空母舰 不是件容易的事 航空母舰的这个防护力 它的这个周边的设备 它本身的防护力 都这个它的体积 你都很难对付 所以用导弹来对付 这是中国的这个新招数 翻译中共都说明了 美国现在是这个一心要防着中国在 这个不管是区域上的这个崛起 或者是在台海上 中国这种已经占有优势 会不会继续加大 所以总结起来一句话 那就是美国很明显的 它现在把中国当作它的假想敌 而既然是假想敌 那你就要了解假想敌的种种发展趋势 也包含在这个平常就拿这个假想敌的行动 作为你的各项动作 这种模拟这种操演 这种联合演习时候的主要对象 这一切都是所谓的中国崛起 那么美国在亚太是一个寄存的力量 这中间就难免出现了 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对抗 好的 目前有一种说法是 这个在南海问题上 大家都非常的敏感 而且这个中国航空母舰投入使用以来 它的这个各个的技术力量 包括和这个战斗人员的这种磨合 需要的还需要一定很长的时间 一段很长的时间 有人甚至断言说 这个辽宁号现在都不具备 特别强的这种战斗能力 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也看到 从南海的这种摩擦 到了就现在到了这个台湾海峡 有人说这个政治上的这种色彩 比军事上的这种角力 更是突出 您如何来评价这种说法呢 好的 确实是如此 这个政治上的意涵 超过了军事上的意涵 因为以台海两岸来讲 现在的优势在大陆这一边 而以美中两国来讲 优势在美国这一边 所以两岸之间台湾不愿意 这个挑起任何军事冲突 大陆也依然寄望于用和平的方式 这个解决这分裂的问题 而在这个美中两国之间 任何的这种他枪走火 或者是一些这个不测试的事件 对于双方来讲都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双方也都是自我克制 可是在政治上 你必须要表达出你的意图 那么所以像这个在前面 祖国讲的 这已经是辽民号第三次经过台海 今年元月一次 然后6月他是从北往南 然后往香港走这一次 结束了从香港往北走要回航 那么再经过台海一次 而且大家别忘了 那个时候不是元月份就有一张照片 是这个共军的轰炸机 他绕行台湾 他背景也是这个台湾的山脉 然后这一次也是 在他最后回航的时候 又是这个有两组轰炸机 一组就往日本方向飞 一组又把台湾绕了一圈 那么这样绕一圈 它在军事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就是还开头那句话 它的目的不在于军事 而在于政治 不过另外一方面就是这样的这个政治意涵 能够收到它的效果 或者说它会不会因此而降低了 它这种边际效用这也是可能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这个航行 它是这个第一个 它的这个经费花费是非常大的 这个这一艘这个辽宁号航空母舰 本来不是这个乌克兰的瓦梁安格号吗 当初它从这个乌克兰拖到中国 这个一路上就花了大概1000多万美金 这还是拖着 那么整个的这个军舰 而且这一次不是还有银川号 济南号 还有这个烟台号三艘配属的军舰 然后加上飞机的这个军舰上的飞机人员 所以这个经费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支出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达到了这种训练的目的 在这一次它所经过的地方 从渤海到黄海到东海到南海 这是这个不同的海域 不同的海象 不同的天后变化 尤其是这个季节啊 是这个本来是天后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 这个对于人员的考验 对于你机器设备性能的考验 对于你如何的使用 还有这个不同的这种舰支 还有海空之间的联系 还有这个海军和地面之间 跟这个陆岸上之间联系 这都是非常这个重大的考验 所以呢 借由这样的这个训练 它具有多方面的目的 那当然就是不只是在政治上的意涵 在军事上也有它一定的意涵 是的 我们也看到辽宁号这一次也的确是一次 全方位的这次磨练 长途跋涉 而且呢做到这个人机一体 也确实是一件这个不容易的事情 另外我们也看得到哈 这个民进党长期以来呢 也都推行了 从这个陈水扁时代也都开始呢 希望能够和美国进行一个 共同的一个防卫的这样一个协议 能够让台湾的军舰还有飞机 能够在这个美军的基地上 进行这个加油啊 这样的话呢 现在那个蔡英文政府呢也希望能够呢 就是和加强和美国这方面的共同的协商和合作 我们说呢有一种说法是说 当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啊 就是说美国会不会为台湾而战 这种设想这种计划是否能够实施呢 好的 用这个我们就用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今天跟主播讲盖军 如果人家打我的话你会不会帮我打 这个前提就是说人家一定会打我 那我为什么会沦落到别人要打我这个地步呢 或者为什么我的这个作为啊 言行会引起来别人要打我 这个我自己要好好检讨 所以我如果说盖军别人打我 你要不要帮我 那我恐怕从你那个人会得到的 很重要的这个劝告是说 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吧 不要走到那个别人要打你的地步 那么就好像这个长长讲说 这个军人的作用是什么 是这个政治政客把问题搞得不可收拾 非得靠战争来解决的时候 那就倚靠军人了 也就是说军人他存在的目的 不是为了打仗 而是希望不要打仗 那么现在这个当然您就提到了 这个不同的民进党政府 都有给人这种感觉 就是要拉拢美国 甚至还要拉拢日本 那么要能够共同防卫台湾 其实美国在和这个中华民国 有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 都并不想帮台湾打仗 大家还知道这个1958年的 这个823战役期间 美国的这个军舰协助国军的运捕 这个船团到了金门附近的外海的时候 好了这个美国军舰就停止前进了 剩下的路就是国军的军舰自己完成立断吧 因为万一共军炮击打到了美国的军舰 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 也就是说即使有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都不希望真正走向战争 更何况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协防台湾的义务 很多人讲这个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里面没有一个字讲到 美国要帮台湾打仗 只是讲到美国必须要提供足够的防御性的军备给台湾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盟国关系 或者说是这个协防关系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这个就好像这个美国和其他国家 跟日本跟南韩它有这样的这种 共同防御条约这种盟国关系 那不只是美国要协助日本南韩维持它的安全 日本和南韩也有责任有义务 要帮美国去打仗了 所以对于这个台湾的朋友们来讲 如果觉得美国和台湾结成这种军事同盟 当然现在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就算是结成军事同盟 那台湾是要准备去打伊拉克 还是要参加阿富汗战争 还是要跟美国并肩去从事对付这个伊斯兰国 这个都必须考量的 所以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 美国没有这样的义务 那么美国也不希望和另外一个超级 和此大国发生这种战争 这个对美国来讲没有好处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 所以这个如果你觉得说 任何人觉得说美国会不会帮台湾打仗 不如这个反攻自行 怎么样能够有效地维持台海和平 不要在两岸之间引起战火 这个恐怕才是更实际更重要的问题 好的 除了这个台海 这一个地区的这种隐藏的问题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地域方面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一些小的摩擦 而且这有专家评论说 如果说中国和印度开战的话 中国马上就能够集合38个师 同时常规武器也比印度要精良的多 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两国之间如果是打起来就是两败俱伤 和呢就是两国一个双赢的一个模式 那刘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 这种摩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好的 就是您说的吧 这个和则两立战争的话 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中国和印度打过仗 那么打完了结果呢 双方都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那就好像在1979年的时候 中国有这个成越战争 对越南打了一场仗 后遗症之一 是很多这个老兵 这个中国方面的老兵 到现在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其实是受害者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还是我们前面那一句话 这个除了战争 有没有这有别的方式可以来解决问题 或者说战争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 就好像我每次讲到这个 人类历史上几次种战争 战争结果常常都是给各方 带来很惨痛的伤害 二次大战之后这个对于某些国家 不让它发展军备 或者发展军备要加以限制 就是因为那个国家在战争中间 或者是发动战争的意图 对全人类造成了伤害 而那个国家本身的反省啊 其实也正足以说明 为什么不愿意再发生战争 所以你现在看这个我们不是也提过说 你如果在德国你要鼓吹纳粹思想的话 那是犯法的 要抓起来的 因为那个给国家带的伤害太大了 所以没有这个经历过战争的人 跟这个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 对于战争的体会是不同的 对于愿不愿意走到战争这个地步 他们的想法也是不同的 这个美国在华府这边 有这么样的一个分析 说美国曾经想要和印度发展 联合从事于这种海上野骑 那就是针对中国 可是印度方面拒绝了 因为印度跟美国之间的 印度和中国他会有这样的这个冲突 会有一些这个摩擦 所以他就不希望说真的变成了说 我印度还找了一个结盟 然后来共鸣对抗中国 这个对印度来讲他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美国比较没有直接的 和中国之间的冲突 所以美国倒好像还是愿意 跟其他的国家来联合巡逻 来共同对付中国 所以你这个地缘位置的不同 你跟你的对手接近的程度不同 就决定了你的思维 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双方有这种摩擦的可能 但是双方也都会尽力的 避免真的这个擦枪走火 是的 世界和平已经维持了70多年 人们更不希望能看到更残 那些这个战争年代那些残酷的一面 我们老祖先常常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上上策 感谢刘先生来自华府的报导 也感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见 再见